古镇 古镇是一个繁华时代一流下来的珍宝 承载着过去的记忆 给现在的人们无限的遐想 很多人长期的生活在大城市中 身心疲惫 旅游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愉悦身心的方式 浏览古镇可以让人们暂时回到过去 感受古人的生活情调 国内有很多名气很大的古镇 像是凤凰古镇荡口古镇等等 如今有一个古镇纷纷让人们称赞 因为这个古镇体验非常的好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古镇很假 这个古镇就是诸葛古镇 在陕西省 它是一座以三国和两汉为主题建造的一座全新的古城 也就是说它整个全部是现代的东西 名字取自三国著名的某式诸葛亮 听上去显得非常的古老 可是实际上这里完全就像影视城一样 打造这座古镇可是花了大的价钱的 总投资超过3.5亿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说这里的建筑非常的美 比一些真正的古镇体验还要好 虽然是人造的 但正是这一点 给了这里的建筑更多的美感 也更多的复古感 诸葛古镇的目标是是打造一个集旅游影视商家入住为一体的盈利模式 现在它的热度很高 有的人觉得这样子的古镇只有表面 完全没有古代的东西 不值得去游玩 而更多的人会觉得这个古镇非常的美丽 在这里面的氛围非常的好 使人更能感受到古代的气息 这就非常好了 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 比真古镇体验都好 小编认为 旅游的目的还是愉悦身心 自己看到的听到的 知道的才是关键 也就是自己感受到的才是关键 不管怎么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 感谢观看